第321张美公子的血脉 他们通过参加团战 已经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 未来都可以带到祖庭那边去消费 离开了大豆兽场 唐三没有急于返回黄金山谷 而是先去了一趟家里广场 买了一杯奶茶 他只要有时间的时候 就会过来买杯奶茶喝喝 虽然见不到美公子 但来看看苏秦还在 他的心也就踏实了 至少证明美公子没有离开 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苏秦对于唐三的印象 其实是很深的 见他又来买奶茶了 微笑道 你好像又长高了一点 你应该才13岁左右吧 看上去已经像个小伙子了 唐三接过奶茶 微笑道 谢谢阿姨 嗯 早点回去吧 注意安全 苏秦叮嘱一句 就没有再多说什么了 好的 阿姨再见 唐三恭敬地答应一声 拿着暖热的奶茶 一边喝着 一边离开家里广场 每当他喝着美公子奶茶店的奶茶味道 脑海中就会想起他 他在闭关之前给他的那个杯子 现在还被他珍而众之地收藏着呢 因为那奶茶杯上有他的指纹 有他的痕迹 好想他啊 唐三喝了一大口奶茶 努力地克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在他回来之前 自己要尽可能打好基础 争取提升到九阶 让神石进一步复苏 就算是不能突破神级 也要达到神级层次的真实战力 等他闭关结束 或许就是要去冲击继承权的时候了 那时候的他 是最需要自己帮助的 家里成某处 近视 盘西坐在石床上的美公子缓缓睁开 双眸 眉眸之中闪过一抹淡银色的光芒 闭关这一年多的时间 他一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因为更多的时候都是不见天日的 使得他的皮肤越发白皙 在他对面 孔雀大妖王也在盘膝冥想 至少从表面上去看 他的状态并没有变得不好 感受到美公子从冥想中苏醒过来 孔雀大妖王缓缓睁开双眸 感受如何 美公子点点头 道 又有一些进步 基本稳固了八阶境界 嗯 八阶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会让你拥有真正融入空间的能力 都转心仪的进度也可以进一步加深了 小美 从今天开始 我要传授你一种新的能力 这也是我无法练成的一种族中秘术 美公子愣了一下 你也没有练成吗 孔雀大妖王道 准确地说 是男性都练不成 你知不知道我们上一次出现的大妖皇 是在什么时候 美公子道 不是三代以前吗 孔雀大妖王道 那你知不知道这位先祖的性别 美公子淡淡地道 我又不被允许在族学之中学习 怎么会知道 孔雀大妖王道 那位先祖是女性 准确地说 我们孔雀妖族如果想要出现大妖皇 必然是女性才行 美公子愣了一下 孔雀妖族不是男性的唯语才是最美的吗 女性中甚至少有能够拥有孔雀灵的存在 孔雀大妖王摇摇头 道 外界也都是这么理解的 但实际上 唯有女性才能将我族血脉真正发挥出巅峰战力 而在你身上 也正是流淌着这位女性先祖的血脉 在你很小的时候 我就为你在身体里植入了这位先祖的精血 所以你才能够在小小年纪拥有孔雀金冠 在小小年纪被我确认为继承者之一 而这所谓的之一 也只是给其他族人看的 在我心中 我的继承人 没有之一 只有你 美公子呆了呆 他没想到孔雀大妖王竟然在他体内植入过先祖血脉 他对此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先祖孔雀大妖皇的血脉 难怪他在修炼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感受到过人类附庸那种血脉稀薄的问题 原来在他身上竟然流淌着孔雀大妖皇先祖的血脉之力 这份天赋竟是由此而来 这份天赋竟是由此而来 孔雀大妖王继续道 这次闭关之后 我很可能就要去面对那个家伙了 而且我已经是半游进灯窟的状态 未来的孔雀妖族就交给你了 我对你只有一点要求 你可以清洗那些反对者 但是必须要让孔雀妖族的血脉传承下去 哪怕你更多的是想要支持人类 保护人类 我也不反对 但孔雀妖族的血脉 必须延续 你能做到吗 美公子看着面前这位父亲 沉默了片刻后 点了点头 孔雀大妖王笑了 是啊 虽然你更愿意把自己当成是人类 但你身上毕竟流淌着我孔雀妖族的血脉 我相信 未来的你 是一定能够成为新一代的孔雀大妖皇的 我曾经在你很小的时候 带着你去过祖庭 请天狐大妖皇看过你的气韵未来 你知道当时天狐大妖皇是怎么跟我说的吗 美公子摇摇头 孔雀大妖王道 天狐脸下跟我说 你是有大气韵加深的 而且 他从未在任何妖族身上看到过你这样的气韵 他都看不清你的未来 也看不清你的成就 他说这样的情况 他只是看到过极其稀少的一两次 而那一两次他所注视过的 都是在他之上的存在 也就是说 他从你身上看到的未来 还要在他之上 而他在祖庭之中 排名第三 美公子美眸争大了些许 他虽然一直都认为自己是有天赋的 也一直都很努力 却也从未想过自己能够达到大妖皇那样的层次 孔雀大妖王微笑道 所以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妄自菲薄 未来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成为新一代的孔雀大妖皇 带领我们孔雀族在创辉煌 也正因为天赋大妖皇对你的评价 才让我下定决心 立你为继承者 但无论气韵如何 路还是要一步步的走 实力还是要依靠不断的积累 我们孔雀妖族流传下来 唯有女子才能修炼的秘书 我从今天开始教你 这是未来你成就大妖皇时真正的道路 一定要走这条路 你才能顺利的成就 嗯 美公子再次点点头 今天孔雀大妖皇对他说的这番话 对他的刺激很大 他需要时间消化 但无论怎么说 提升修为才是这次闭关最大的目的 你先休息一下 我去准备 稍后我们开始 孔雀大妖皇身形闪烁 离开了密室 美公子眼眸之中流露出思索之色 渐渐的 他有些出神 一年多了 自己应该是已经闭关了一年多的时间 也不知道现在外面的世界如何了 自己各方面的实力 在这一年多以来都有了长足的变化 不知道修罗是不是还会去家里学院那边等自己 还有小唐 强盗小唐 在美公子脑海中顿时出现了一道清晰的身影 他自己都觉得很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见到唐三的时候 他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出一种仿佛是源自于基因之中的亲切感 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会有种能够无条件信任的感觉 这种亲近感似乎只有在妈妈身上才有过 哪怕是这悉心教导自己的父亲 也从未感受到过这份类似于亲情一般的感觉 不知道小唐现在怎么样了 是不是还在家里学院中扫地 闭关也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结束 乔美 来吧 正在这时 他耳边传来孔雀大妖王的声音 好 荧光闪烁 美公子也是凭空消失 第322章魔虎战队 史莱克战队将要再次出战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加里城 尤其是一些人类附庸的聚居地 上一战 史莱克战队立刻建模战队 着实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更重要的是 史莱克战队在那场战斗中展现出了超出许多观战者 想象的实力 但同时 在那场战斗中 史莱克战队也是受到了重创 这才半个多月的时间 他们竟然已经恢复了吗 竟然已经可以再次参战了吗 对于人类来说 这绝对是个好消息 先不说第五战如何 至少证明了史莱克战队还是完好的 已经可以再次拥有参赛的可能了 这场大斗兽场团战的热度在大斗兽场刻意的宣传下 很快就变成了焦点事件 而对于史莱克战队的对手 大斗兽场选择了严格保密 盘口开启 胜负盘再次出现 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武兵既本想参与 但却被唐三阻止了 不参与博彩 唐三有唐三的理由 他不希望伙伴们习惯通过博彩这样的方式来赚钱 这样的会产生赌信的习惯不能产生 而且 他们一旦下注 金额太大 很容易就引起大斗兽场官方的注意 第一次赢了 就会有第二次 投注金额会更大 控制不住自己欲望的情况下 很可能会遭遇到大斗兽场的狙击 他们的目的是要获得贵族资格 而不是在这里博取财富和冒险 武兵既成功的被唐三说服了 在出来之前 他甚至把之前所有的元素币都留在了黄金山谷 还交代红狐少女们 万一他们回不来 就把钱给阵掌 虽然大家都觉得这样插旗不太好 但也由着塌了 再次来到大斗兽场 史莱克战队依旧是低调进入 这充满血腥气味的地方 他们似乎已经有些习惯了 尤其是联想到上一场比赛时候的情景 受过重创的武兵技 成字成河固里 多少都还有些心有余悸的感觉 昨天晚上 唐三已经带回了消息 知道了今天他们的对手是什么样的种族组合 今日这第五战 绝不轻松 他们今天要面对的对手 是强族 是血魔源给唐三的种族消息 只有一个字 虎 虎族 五名对手全都是虎族 虎是百兽之王 在妖怪族之中 虎妖一脉自然也是极其强大的 白虎大妖皇在妖怪族这边一直都是顶级强者之一 统一所有虎妖 还有黄金虎一脉的强者 都是非常强横的存在 除此之外 虎族的分支也很多 无故是强者 再弱小的虎妖族也没有低于三阶血脉的 今天他们的对手是虎妖 出现黄金虎层次虎妖的可能性很小 黄金虎身份尊贵 不至于前来参加大斗兽场这样的比赛 贵族都是观战者 但毫无疑问 他们的对手必定是非常强大的 实力不会逊色于之前的建模战队 针对虎妖的一些特性 唐三也做了一些针对性的战术布置 他们在来大斗兽场的时候 时间还未到傍晚 外面的天色还是十分明亮的 但街道上却已经是熙熙攘攘站满了人 是的 都是人类 他们都在期待着这一场比赛的到来 路过的时候 听到的讨论声几乎也都是关于他们史莱克战队的 现在的史莱克战队 简直就是人类之光 这是动力 也同样是压力 第三种阵盘 今天可以使用了 独白师兄 唐三向独白说道 独白眼睛一亮 之前唐三都没有让他动用过第三种阵盘 上一场那样的情形 动用也没用 因为一旦使用第三种阵盘 生灵阵就将无法使用 因为会产生一定的冲突 没问题 大斗兽场 主持人已经在热场了 今天又是座无虚席 相信很多贵宾都是来看史莱克战队的 看看他们是否还能继续走下去 这支战队一直在创造奇迹 每当我们觉得他们将要无法抗衡强大对手的时候 他们却总是能够击溃对手继续前行 还是以暴投这样暴力的手段来继续前进之路 那么 今天他们将要面对的对手又是怎样的存在呢 可以透露一点给大家的是 这支战队 已经获得了五场团战的胜利 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我们大斗兽场之中了 正好 这次他们要前来参赛 三天前 就开始留在大斗兽场之中 所以 他们也并不知道今天的对手是谁 但我相信 这支战队恐怕是使莱克战队很难逾越的鸿沟了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技巧都是指老虎 胜负盘依旧开启着 开启到比赛开始前的最后一刻 喜欢下时间盘的朋友们也可以开始下注了 今天的时间盘 是以三分钟为单位的 再透露个秘密给大家 我本人下了六分钟以内的盘口 呸嘿 所以 各位贵宾可以琢磨琢磨该怎么下了 听着主持人的话语 看台上立刻就有哄笑声 反着下 别墅靠大海 主持人不屑的道 大海有什么好的 难道天天吃海妖吗 我的选择一向都是稳健的 哄笑声再次想起 很显然 这名主持人在这方面的口碑并不太好 话不多说 最后倒计时开始 最后十分钟下注时间很快过去 这也意味着 这场团战即将开始 两道巨大的闸门缓缓升起 史莱克战队的五人很快就再次映入眼帘 虽然他们脸上都戴着面具 但是 从身形和大体上依旧能够看出 史莱克战队并没有换人 还是原先的五个人 而且看起来确实是伤势都已经痊愈了 那燃烧了血脉的史莱克战队爆头队长 依旧还是站在最前面 而且看上去 先前消耗的生命力似乎已经是恢复了 恢复生命力的天才地宝 雇本培员的好东西当然也有 但价格绝对是极为高昂的 这也是为什么唐三之前对视血魔员说 他们消耗了大量的金钱来恢复自身会被相信的原因 而对于前来观战的人类来说 看到完整的史莱克战队 也让他们大为兴奋 今天前来观战的人类 比上次还要更多了三分之一 但是 当观众们的目光聚集到另一道闸门的时候 却都不禁道吸了一口凉气 史莱克战队的对手 五名队员全都是身高在2米5开外 身形强壮气息虽然的壮汉 他们共同的最大特点就是额头上那个硕大的王子 头发是黑色的 额头上的王子是黑色的 裸露在外的手臂上 还有着黑色的毛发 带有一些黄褐色的斑纹 魔虎 虎足一脉 准二皆血脉 魔虎 魔虎也叫暗黑魔虎 在虎足之中是不太合群的一个种族 他们性格暴虐 擅长黑暗元素掌控 实力强悍 但与擅长光明属性的黄金虎 乃至于近阶的白虎一脉 是对立的存在 而魔虎一脉并没有大妖黄的存在 自然是无法抗衡 所以也永远都进入不了虎妖的主流 但是 这却并不代表魔虎不强 正相反的是 他们是虎足之中极为强横的存在 卷脉之力虽然不如黄金虎 但也没有相差太多 准二级血脉的说法就是由此而来 第323章龙灵阵 因为性情暴虐 魔虎是经常会出现在大斗兽场的 受到黄金虎的打压 魔虎并不属于贵族 这也让他们更加不满 凶性更强 今天 史莱克战队将要面对的 就是这样一支魔虎战队 一名九阶 四名八阶的五大魔虎 他们有着暗紫色的眼睛 眼神是冰冷而残忍的 看着对面身形比他们瘦小的多的 史莱克战队五人 带有几分责任而逝的感觉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没有 知道我为什么会说压住六分钟盘了吧 正是因为 今天史莱克战队将要面对的 就是无比冷酷 无比凶残 无比强悍的寿终之王魔虎战队 我很看好魔虎战队能够在六分钟内拿下比赛 再多的技巧 在绝对强大的实力面前都将毫无机会 魔虎战队的领域能力 玩客史莱克战队 我看好魔虎战队 看台上的人类观众 此时都不禁屏住呼吸 主持人有一点是说的没错的 魔虎非常强 这五名魔虎之中还包含了一位九阶魔虎 这支魔虎战队以前也参加过团战比赛 五连胜 每次都凶残的撕碎了他们的对手 他们也被誉为非常有可能通过十连胜来获得贵族身份的团战战队 过名昭彰 没想到 在史莱克战队的第五场 将要对上的 就是这样一群对手 但是 他们并没有注意到的是此时史莱克战队这边队员的表情 当然 也是因为有面具的遮掩 也不太看得清楚 至于眼神 因为距离远 就更是看不见了 此时包括五兵记在内 五兵记 顾礼 独白 橙子 橙四人的眼神之中都带着几分惊诧与错愕 然后他们都下意识地看了唐三一眼 原因很简单 因为就在昨天 得知对手将会是虎妖的时候 唐三在进行分析的时候就对他们说过 他们今天的对手 有很大可能会是魔虎 至少是五名虎妖之中 以魔虎作为主力的 而现在 对面的情形已经证明了唐三所说的话 而昨天的针对性战术安排 很多就是专门针对魔虎的 魔虎好对付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非常的不好对付 魔虎本身不只是身体具有强大的能力 所有攻击都附带有黑暗属性 腐蚀力极强 而且精神层面上也是很强悍的 能够施展各种的黑暗技能 中距离攻击也相当恐怖 尤其是对方还有九阶层次的存在 可以说 这种寿中之王的种族没什么短板 如果不是魔虎一脉没有大妖黄层次的存在 虎妖真正的统治者指不定是谁呢 要说问题 唯一的问题就是魔虎因为过于暴虐 以至于智商要比黄金虎一脉差了不少 双方准备 主持人高亢的声音响起 只来客站对这边 独白掏出一个阵盘 迅速将其点亮 顿时一片淡金色的光芒洒落地面 化为阵纹散发出道道金光 只来客站对这边的五人 双眸都随之变得明亮起来 可之前他们曾经使用过的两个阵盘不同 这个阵盘在激发之后 从他们脚下升起一道道金纹 竟是将他们纠缠在一起 五个人一字排开 五兵记在最前面 唐三排在第二位 独白第三 顾里第四 橙子橙最后 五个人宛如一个整体 而也就在这时 他们对面的对手 五头魔虎妖身上同时升腾起黑色气流 浓郁的黑色气流瞬间 令他们的头顶上方宛如阴云密布 恐怖的气息在空气中回荡 在那大片的黑色笼罩下 整个大斗兽场内的暗元素 瞬间变得浓郁起来 魔虎妖的暗黑领域 这时身为强大种族的特殊能力 领域范围内 暗元素浓度提升 不同修为的暗黑领域提升程度不同 此时有五头八阶以上魔虎妖来施展的暗黑领域 对他们周围暗元素的提高至少有30%以上 更重要的是 在暗黑领域内 魔虎妖的整体站立都会大幅度上升 这就是非常恐怖的地方了 唯一的问题是 暗黑领域覆盖的范围有限 只能是以施展着领域的魔虎妖为中心 直径30米左右 而且维持领域是对自身血脉之力的消耗较大 如果是在外界碰到魔虎妖施展暗黑领域 那么第一个反应就应该是逃离战场 在暗黑领域之中和魔虎妖战斗 与找死没什么区别 但这里是斗兽场 斗兽场场地有限 对于魔虎妖的暗黑领域发挥是在好不过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只魔虎战队被誉为最有可能突破十连胜的队伍之一 一个暗黑领域 往往就让他们在大斗兽场中立于不败之地了 当那满天的黑气涌动时 史莱克战队在对面宛如乌云压顶一般的庞大威压下显得如此渺小 唯有身下阵盘提供的经文 和之前从未展现过的一次阵型 看上去才会显得有些奇异 开始 主持人大叫一声 宣布了本场比赛的开始 魔虎战队的五头魔虎同时发出一声仰天长笑 激昂的虎笑声在整个大斗兽场内回荡 令很多观战者之中血脉不强的都有种全身酸软的感觉 这就是百兽之王的威压 五头魔虎在暗黑领域的笼罩下 直奔使莱克战队这边扑来 恐怖的气息瞬间升腾 暗元素的浓郁 令它们身体周围都荡漾起一层紫黑色的光韵 和唐三沉声喝道 刹那间 史莱克战队的五人身上 都升腾起不同的光韵 五兵记身上是白色的 唐三是青色的 独白也是白色的 固理淡淡的白色带着几分扭曲 而橙子橙则是金色的 五种不同血脉所带来的能量波动奔涌向前 竟是全都融汇到最前面的五兵记体内 五兵记身上原本白色的光韵青刻 间变成了冰蓝色 双眸之中更是蓝光湛然 眼瞳已经宛如两颗蓝水晶一般 身上气息也随之暴涨 五兵记此时只觉得自己背后传来的能量 经过特殊的转化过滤之后 竟是完全融入了自己的血脉之中 那长江大河一般奔腾的庞大血脉之力 瞬间就让它的修为宝增 不止如此就连精神力也瞬间变得通明强盛 感知也随之暴涨 它甚至感觉到此时的自己已经达到了一个特殊的临界点 似乎是感受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召唤 第三阵盘 熔灵阵 五位一体熔灵阵 之所以到这一站才使用这个阵盘 是因为之前独白和顾里的修为弱一些 在动用阵盘的时候 它们有些无法真正融合 导致熔灵阵失败的可能性很大 而这次伴随着大家的修为又有提升 五兵技自身血脉也经过了淬炼 能够更好的融合阵盘带来的能量 这才第一次在战场之中亮相 在熔灵阵的作用下 将五个人的力量五位一体 虽然不是真正的叠加 但也能够将五个人大部分的血脉之力暂时融会贯通 全部提升到五兵技身上 熔灵阵唐三如果在最前面驾驭当然又不一样 但他相信已经将兵元素掌控提升到相当不错程度的五兵技来掌控 也同样可以重要的是更有锻炼意义 第324章召唤暗黑魔虎 在熔灵阵的作用下 此时五兵技的修为已经达到了九阶巅峰的程度 不只是血脉之力 就连精神力都是如此 这还是唐三在精神力有所保留的情况下 不然他一个人的精神力就足够支撑五兵技到九阶巅峰了 一层冰蓝色光运骤然从五兵技身上绽放开来 原本已经被大量暗元素注入的大豆兽场内骤然变得清冷起来 空气中的冰元素迅速变得浓郁而强烈 虽然面对的是扑来的五大魔虎妖 但此时的五兵技却宛如战神一般 他右手抬起 虚空拍击而出 顿时一根根冰箭在空中几乎是瞬间凝聚成形 然后闪电般向魔虎妖击射而去 冰箭无声 但却奇快无比 五头魔虎妖自然也是看到了史莱克战队这边的奇异变化 领域之力骤然下沉 与他们融为一体 当冰箭进入到暗黑领域范围内的时候 顿时开始出现被腐蚀的迹象 速度减缓 冰元素下降 但也就在这时 那一根根冰箭轰然炸裂 炸出漫天冰屑 强劲的爆炸力直接炸的暗黑领域内黑雾涌动 冲击波也令五头前扑的魔虎妖速度骤降 五兵技双手捏动发掘 冰元素迅速在他身前凝结 一根占蓝色的冰毛几乎在虚愈之间成形 冰毛上带着奇异的纹路 极寒的气息迅速内敛 看到这一幕 看台上的观众们顿时屏住呼吸 这跟冰毛类似的情况他们在上一场史莱克战队的战斗中见过 正是五兵技当时燃烧了自身血脉时凝聚而成的 此时他没有燃烧血脉 但凝聚出的冰毛却几乎是瞬间成形 要知道 上一次 大地魔牛那么强悍的防御力 还在蓝湖的加持下都没能挡住 而在熔灵阵的作用下 这强劲的冰毛镜是瞬间就凝聚而成 五兵技抬起头 目光几乎是瞬间就锁定了对面那头九阶的魔虎妖 眼中光芒涌动 在蓝色的眼瞳中 仿佛有一点紫金色悄然闪烁 九阶魔虎妖瞬间感觉到背脊有种毛发颤立的感觉 口中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 一张嘴 一枚紫黑色的光球就已经喷吐而出 直奔五兵技飞射而来 另外四枚紫黑色光球也是同时从另外四头魔虎妖口中喷出 在领域的加持下 光球越飞越大 直奔五兵技而去 五兵技又手握住自己刚刚凝聚而成的冰毛 身上冰蓝色光芒以及身下的金色阵纹都在剧烈的涌动 在这一瞬 他虽然面对的是对面铺天盖地一般的黑暗侵袭 但却宛如战神一般傲力于原地 五枚光球几乎是虚余之间就要到达他面前了 也就在这时 五兵技终于动了 手中冰毛闪电般飞射而出 滑破长空 飞射在最前面的九阶黑暗光球几乎是瞬间被刺穿 然后就看那冰毛诡异的扭曲了几下 五枚光球竟是先后被他刺穿 然后就全部凝制于原处 但随着冰毛飞射而去后的下一瞬才纷纷炸开 这一下冰毛的扭曲飞行可谓是神乎奇迹 当最后一个黑暗光球被穿透后冰毛也是轰然炸裂 九阶魔虎妖此时距离五兵技已经只有不足三十米了 就在他准备加速扑上去的时候 突然间一股森然寒意就已经到了他面前 那是一根奇异的冰针 长约一尺 通体冰蓝通透 如果不仔细去看 甚至都有种无法看清他存在的感觉 更可怕的是 在他抵达九阶魔虎妖面前的那一瞬气息还都是完全收敛的 直到抵达近处 这才瞬间被感受到那恐怖的气息 太快了 快到九阶魔虎妖也反应不过来的程度 危急关头 九阶魔虎妖身体表面一层紫黑色光芒涌动 与此同时 他勉强侧过身体 用自己的右爪去试图拍击那大型冰针 但是 冰针的速度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 扑 冰针灌体而入 射入的位置是九阶魔虎妖的右侧肩胛骨 虽然避开了要害 但这一瞬九阶魔虎妖还是感觉到身体和心头都是一凉 下一刻 他已经是全力催动着自身的血脉之力向肩胛骨处涌去 可冰暴树终究还是没能避免 尽管冰针被他护体的黑暗之力在领域提升下融化了一些 尽管黑暗之力已经尽可能保护他的身体 但在这强劲的爆炸下 九阶魔虎妖的右肩还是轰然炸裂 与此同时 半边身体都已经被寒冰封锁 前冲的身体直接跌落在地 这一毛之威 静置如斯 虽然没能要了九阶魔虎妖的命 但凭借着二次加速和本身超强的穿刺能力 竟是已经将其重创 受到九阶魔虎妖受创的影响 那满天的暗黑领域明显溃散了一大片 另外四头八阶魔虎妖也都是瞬间减速 向九阶魔虎妖靠拢过去 武兵纪面无表情 右手在空中虚抓 又是一根冰毛已经出现在他掌握之中 在此时九阶巅峰的元素之力提纯之下 迅速化为和之前那根一模一样的冰蓝色 含冰镜在掌握 这就是此时武兵纪的感觉 在九阶魔虎妖身体冻结的时候 观众席上就已经是一片哗然了 谁也没想到战况竟然会变成这样 哪怕那些之前已经看过史莱克战队比赛的观众 也同样想象不到十几天不见 史莱克战队竟然又出现了这样的质变 这样的变化实在是太令人震惊了 之前没有出现过的熔灵阵盘 这一次直接让史莱克战队变了各样子 要知道对于妖怪族来说 九阶和九阶巅峰也是两个概念 九阶巅峰这个层次是距离神级只有一步之遥的 到了这个境界还来参加大斗售场比赛的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 因为这个层次的存在都是在准备着杜杰成神呢 哪有心思来这里赚钱 可武兵纪此时的状态 就已经在阵盘的作用下提升到了九阶巅峰 而对面的魔虎妖血脉虽然强大 但他也只是出入九阶不久 更何况武兵纪掌控兵毛 兵真的技巧是跟一代神王唐三学习的 这才在一击之下就瞬间有了溃败的迹象 兵毛再次凝聚 武兵纪就像是没看到对方另外四名八阶魔虎妖一样 精神依旧锁定在九阶魔虎妖身上 因为他很清楚 只要干掉了九阶魔虎妖 那就奠定胜举了 凭借着子吉魔童的锁定 他的兵毛根本不可能被闪避 至少魔虎妖是做不到的 吼 九阶魔虎妖发出一声近乎疯狂的怒吼 骤然受创也激发了他体内的凶性 而黑领域剧烈涌动 五头魔虎妖身上都有黑色光焰一般的光运荡样开来 一头巨大的黑虎虚影在领域之中半生而出 这道虚影足足15米长 尖高都超过7米 无比庞大的黑虎疯狂的吸收着空气中的黑暗之力来壮大自身 这是魔虎妖的杀手锏 也是他们这领域之力的巅峰展现 召唤 暗黑魔虎 第325章召唤 失败 但是 谁都没有注意到的是 当他们在施展暗黑魔虎的时候 位于史莱克站队靠后位置的独白 身体周围的白色悄无声息的荡漾了一下 空气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涌动 暗黑魔虎发出惊天咆哮 也用自己庞大的身体就要将那五名魔虎妖笼罩其中 这暗黑魔虎也足有九阶巅峰的气息 甚至能量强度还要更加庞大 暗元素疯狂地驱散着空气中的冰元素 但就在这时 正在以核心位置来施展领域组合 即暗黑魔虎的九阶魔虎妖突然感觉到全身一冷 明明已经驱散了大部分的寒意退去 但肩膀上却传来剧痛 在这剧痛的状态下 又有一股寒意涌入自己心头 令他一阵的心悸 刚刚要凝聚成型的暗黑魔虎顿时少了最重要力量的支持 庞大的身躯晃动了一下 另外四名八阶暗黑魔虎有种用错了力的感觉 配合多年都没有失误过的暗黑魔虎居然就那么轰然炸开 爆成大片的黑色武器 在空中荡漾 受到反噬的五名魔虎妖同时闷哼一声 九阶魔虎妖更是一口老血喷出 满脸的不可思议 原本气势喧赫 让人类观众们都瞬间心头揪紧的巨大暗黑魔虎 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就像是一只黑色的纸老虎 武兵纪的第二吨冰毛也就在这一瞬闪电般飞射而出 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 带着极寒的气息 九阶暗黑魔虎不敢怠慢 身上黑色的光焰皱然声腾得更加炽烈 不惜一切的强行化解了自己体内残留的冰元素 一双虎爪拍出 燃烧着生命里的魔虎血脉爆发到极致 正是因为面对过 他才明白那冰毛有多么可怕 这让他不得不拼命了 拥有九阶修为 本身血脉又足够强的他 也是有燃烧血脉能力的 就像那天的武兵计一样 空 冰毛爆炸了 但却并不是在和九阶魔虎妖碰撞的时候爆炸的 而是在距离他还有15米的时候就已经炸开 炸开的冰毛内 迸射出四道寒光 几乎是瞬闪消失 刺头八阶魔虎妖甚至都没反应过来 那四根二次加速下的冰针就已经分别钻入了他们的眼瞳之中 刺穿了他们的大脑 是的 这第二根冰毛的目标并不是九阶魔虎妖 飞向他 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九阶巅峰状态的精神力掌控 九阶巅峰的血脉凝聚 让武兵纪的冰元素掌控又岂是原本能比 砰砰砰砰 爆炸宛如烟花一般绽放 四头八阶魔虎妖在那恐怖的冰针穿刺引爆之下 同时毕命 史莱克战队爆炸之名在天四名妖族 而燃烧了自己生命力全力一击的九阶魔虎妖 攻击完全落在了空处 他甚至看到了对方戏谑的表情 一时之间 热血灌恼 他疯狂的大吼一声 也顾不得那已经在溃散的暗黑领域 悍然朝着武兵纪冲去 而等待他的 却是一面面拔地而起 厚达数米的冰墙 当第七面冰墙炸裂的时候 九阶魔虎妖燃烧着的血脉之力终于走向了尾声 气息迅速衰败 冰毛从天而降 带着优美的抛物线 将他狠狠地钉在了地面上 主持人张了张嘴 在看台上看了完整全程的他 此时很想说自己猜对了 真的是六分钟以内解决的战斗 只是 获胜方和他猜测的却是截然相反的 谁能想到 上一场战斗还陷入苦战的史莱克战队 在这第五场明显对手更加强大的情况下 只用了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彻底击溃了他们的对手 从始至终出手的都只有五兵纪一个人 明明只有八阶修为的他 却爆发出了九阶巅峰境界的强劲实力 冰毛 冰针更是掌控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暴头狂魔又一次完成了暴头 暴的还是魔虎妖的头 明显人的注意力 全都集中到了地面上那金色的阵纹之上 集中到了手持阵盘的独白身上 五场团战 看起来最没有战斗力的家伙 似乎才是这场战斗真正的获胜主因 这一点他们没有看错 只不过观战者并不知道的是 除了熔灵阵之外 厄运降临也是决定这场胜负的最重要关键点 厄运在暗黑魔虎成形的瞬间降临 这才导致了九阶魔虎妖用错了力 导致了暗黑魔虎的瞬间崩溃 让他们最强大的手段根本都没有发挥出来 才导致了迅速的败亡 六阶境界的天狐变 三尾天狐 再不是战场上的云南 而是已经蜕变成为了战场上最关键的因素 这一场胜利的轻松 甚至连使来客战队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武兵纪在击杀了九阶魔虎妖之后的第一个反应 是回头看向唐三 他自己都有些不敢置信 竟然就这么赢了 唐三向他微微焊手 武兵纪在元素掌控方面 结合了唐门的暗器手法 已经算是登堂入室了 不过 戎林阵看上去强大 主要还是因为对手的实力不够强 这戎林阵在强 也不能把他们的实力叠加到神级程度 所以 现在看上去效果很好 可实际上伴随着他们的修为提升之后 戎林阵的效果反而会越来越差 而今天的对手之中如果有一名九阶巅峰强者 也会是另一种情况 更何况 还是独白的厄运将领让对方最强大招没能使用出来 不然的话 也肯定是一番苦战 这一场看上去赢得很轻松的比赛 实际上也是多重原因造成的 当然 此时赢了就是赢了 这是属于史莱克战队的第五场胜利 欢呼声从人类观战区域方向响起 人类又一次获得了胜利 击败了更加强大的对手 还展现出了更加强大的实力 这怎能不让他们欣喜若狂呢 他们是真的看到了人类的希望啊 走出战场 是雪魔源已经等在那里了 他的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凝重和认真 向唐三五人点了点头 道 请跟我来 说着 他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率先向内走去 唐三五人跟在他身后 返回的却并不是原本应该去的休息区域 而是向大豆兽场深处走去 你这是要带我们去什么地方 武兵记忍不住问道 赤雪魔源停下脚步 审声道 我们场主要见你们 武兵记刚要在说什么 却被唐三拦了下来 道 好 赤雪魔源这才继续前行 唐三五人跟在后面 武兵记向唐三弟过去一个询问的目光 神色皆明显有些担忧 唐三却向他轻轻地摇了摇头 示意他稍安雾躁 一直走了比较长的时间 穿过一条宽阔的涌道 前方豁然开朗 华丽的天堂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 又穿过了一条怪有很多明显价值不菲化作的长廊 这才在一扇对开的穹顶大门前停了下来 赤雪魔源示意他们先等一下 然后率先推门而入 片刻之后 他重新走了出来 示意唐三五人跟上 在示雪魔源的带领下 五人鱼冠而入 走入了一个华丽的房间之中 第326张大斗兽长厂主 这个房间很大 足有500平米开外 7米高的弧形房顶上画着各种斗兽彩绘 整个房间以金色白色 红色为主 富丽堂皇 一张散发着淡淡香气的木大木桌后 正有一名妖怪族站在那里 背对着他们 他面对着的窗户 竟是能够俯瞰到大斗兽场 而此时外面的观众还在退场 但这里却听不到半分外面的声音 显然是有着非常好的隔绝 从背后看去 这名妖怪族头上有着洁白如玉的鹿角 竟是一名鹿妖 而从他身上的华服和所站的位置 就能看得出 他是这里的主人 厂主 带他们来了 赤雪魔源极为恭敬地说道 嗯 你先出去吧 瑞尔的声音响起 是 赤雪魔源攻身答应 快步走了出去 从始至终都没有再看唐三他们一眼 那名鹿妖男子缓缓转过身来 看向唐三五人 他有着一张英俊的面容 看上去是中年人的外表 气息内敛 但双眸之中隐隐有神光流转 身上自然而然就有一股特殊的神韵存在 唐三一眼就辨别出了对方的种族 因为他就曾经吞噬过这个种族的血脉 灵溪路妖 而且是一名拥有神级修为的灵溪路妖 灵溪路妖有着强大的精神力 灵溪只眼能够看穿元素 他们在之前的团战中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对手 元素玻璃着实是让五兵器吃了不小的苦头 却没想到这位大斗兽场的场主 竟然会是一名灵溪路妖 欢迎 请坐 灵溪路妖面带微笑的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唐三五人这才在沙发上坐下 除了唐三之外 另外四人要么警惕 要么局促的有些不知所措 灵溪路妖微笑道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明英杰 是这一代灵溪路妖的组长 家里城的大斗兽场 也是我组产业 或者说是我们为城主大人来管理着这份产业 灵溪路妖王 唐三心中瞬间就升起这几个字 原来这大斗兽场的场主竟然是他 唐三之前就听说过 灵溪路妖一族和黄金路妖一族乃是孔雀大妖王的左膀右臂 别看家里城地处偏远 但正是在这非常有经营头脑的两大陆妖族支持下 家里城的经济争争日上 非常富有 在经济这方面 家里城从曾经的垫底到现在的名列各大主城中有水准 两大陆妖王功不可没 尤其是灵溪路妖一脉 在经营方面最有天赋 之前在大拍卖会上竞拍引起争抢的七色路大妖黄选脉 就是初次于这一族 灵溪路妖王应杰的目光落在唐三身上 微笑道 你应该才是你们这个小团队真正的主脑吧 以他的观察力 自然不会看不出是来客战队真正的核心是谁 这一点 从队员之中的眼神就能很容易辨别出来 更何况上一场比赛之中 唐三在最后时刻立刻单顶合腰 也展露了争容 唐三达菲所问得到 不知道场主阁下请我们来有什么事 灵溪路妖王微笑道 你们人类一向都非常聪明 尤其是能够修炼到你们这种程度的附庸 更因如此 你应该知道我叫你们来是为什么 唐三说的事情 而他却改成了叫 这其中就已经有了明显的压迫感了 唐三淡然道 我只知道大斗兽场是个非常公平的地方 尤其是对于进行参赛的战士更是十分尊重 我们只是想要获胜 拿到奖金 甚至未来拿到贵族身份 仅此而已 别的就不清楚了 对方在施压 他则是在挤队 你们不是以公平著称吗 那就要公平啊 单独叫我们来这可不是意味着公平 无论是唐三还是其他队友自然都猜得到 这位灵溪路妖王叫他们来是为了阵盘的事情 据灵阵还好 传颂阵就已经足以令人觊觎了 而今天所展现出的容灵阵 终于让大斗受场无法再继续隐忍 这位灵溪路妖王亲自出面 灵溪路妖王微笑道 所谓匹夫无罪怀必其罪 这个道理你们应该明白 更何况 有些东西的来历也很难说 对于来历不明的东西 官方是有必要查清楚的 在大斗受场这里当然是公平的 但如果是家里程官方对你们有所查验 那就不是大斗受场能够干预的了 唐三也笑了 那这么说 如果我们将阵盘都交给场主 大斗受场就可以保护我们了 灵溪路妖王矜持的一笑 道 这个能力大斗受场应该还是有的 好 唐三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 转身向独白道 师兄 都给我吧 独白看了他一眼 但还是取出了三枚阵盘 都递给了唐三 唐三站起身 将三枚阵盘送到了 灵溪路妖王的桌案上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吗 灵溪路妖王的精神力何等强大 只是偏了一眼 立刻就辨别出三枚阵盘是真的 他不禁有些惊讶地看向唐三 对方竟是如此轻易交出 倒是大大的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 就这么给我了吗 灵溪路妖王问道 唐三道 有句话叫做实实物者为俊杰 您都说了官方会因此而为难我们 我们当然要做个聪明人 而且我向您保证 阵盘就这三个 您也可以让属下搜身我们 以确定我说的是真话 所以 这次之后 就请您不要再来打扰我们 我们只想好好的进行比赛 灵溪路妖王微笑汗手 道 我会让他们关照你们的 何聪明的人类说话就是让人愉悦 纵客 门开 是雪魔源已经等在了外面 唐三带着莫名所以的伙伴们一起走了出去 在是雪魔源的带领下领了奖金 然后就迅速离开了大斗兽场 灵溪路妖王拿起三枚阵盘放在自己面前 一枚一枚的查看 很快 他的面庞上就流露出了惊叹之色 每一枚阵盘都只有八张大小 上面刻画着精巧的纹路 其中能量的运行路线对他来说也是闻所未闻的 将能够产生奇效的阵法刻画在这小小的阵盘之上产生作用 这绝对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当他将三枚阵盘看了一遍之后 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一件事 没有像史莱克战队的人询问阵盘的使用方法和来历 他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灵溪路妖被誉为最聪明的妖怪族之一 他对自己的神识和认知都非常有信心 自问见多识广 这阵盘只要落入他手中稍加查看 就能发觉其中奥妙 但是现在他却明白是自己拖大了 没有询问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这阵盘上的阵法之精细 远超他所见过的任何法阵 甚至连这阵盘本身的材质他都辨别不出来 应该是专门锻造出来的合金 但具体是什么材质 他也说不清楚 他用神识尝试着去激发阵盘 也同样没有任何效果 这显然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堪破的 难怪那小子交出来的时候如此痛快 竟是在这儿等着自己呢 史莱克战队离开大斗兽场之后 很快就泯然于众人之中 第327章传送法阵 唐三 为什么要给他 就这么给他了吗 武兵记忍不住问道 唐三微微一笑 道 不给我们恐怕就走不出来了 给他就是 落入他手中也没什么用 我这阵盘要是那么容易被堪破 那阵长还能有销路吗 早就被人仿制了 我们的阵盘之中都是有后门的 想要强行破解 只会是导致阵盘损坏 阵盘成本也没多少钱 给他就是了 那下次团战 咱们用什么 独白忍不住有些担忧的道 唐三微笑道 下一场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我们的对手会变得相对好对付一些 没有阵盘也一样能赢 因为没有我们 他们就根本不可能获得阵盘的奥秘了 等下次我们来参赛的时候 还是会找上我们的 看他一副胸扭成竹的样子 其他四人都是松了口气 顾李道 今天被带去那个场主那里 我真是捏了把汗啊 还以为他们真要对我们不利呢 唐三摇头道 灵溪路腰一族并不擅长暴力 他们是生意人 生意人崇尚的是利益 弄死我们对他们并没有任何好处 他们更多的是希望从我们身上攫取好处 只要我们针对这一点 就不怕他们对我们做什么 武兵记道 那下次再去的时候你打算怎么办 他要是逼问我们用法呢 唐三微笑道 那就告诉他呀 反正就一样一个 而且这阵盘在使用过程中是会磨损的 用不了太多次 他想要的 我们都告诉他了 他没有理由针对我们了吧 至于阵盘的来历 那还不是任由我们来说吗 对于他们来说 更大的好处来自于更多阵盘的交易 或者是 在他们想象中 我们背后站着的那位阵法大师 武兵记心中一动 似乎已经抓住了几分唐三话语中的思路 可是 阵长不是说 这东西对我们很重要 流通到妖怪族的世界中好吗 武兵记有些迟疑着说道 唐三道 原本我也只是希望有一个出口 给组织也多赚点钱 但组织用突破神级来要挟老师开始 我就已经准备好要打开其他的销路了 我们自己发展也是一样 从救赎组织对张浩轩的态度 唐三就知道组织中真正的首脑格局是有限的 这样的存在 给他再多的东西 他也很难真正带领人类崛起 而且 伴随着利益越来越大 出现不好变化的可能也是存在的 所以唐三才没有将其他种类的阵盘交给张浩轩 也有这个原因的存在 至于大斗兽场这边 他自然是有办法去应对 史莱克战队再次获得了胜利 令家里城内的人类随之狂欢 尤其是这一战看上去还赢得轻松 就更让人们对史莱克战队充满了更高的期望 史莱克知名 开始在家里城彻底传扬开来 当然 大斗兽场依旧还是最大的获益者 最近这段时间的客人数量明显激增 伊史莱克战队现在的状态 就算是很快开始第六场比赛也是毫无问题的 但唐三却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带着伙伴们回到黄金山谷继续修炼 围绕着一些新的战术开始布置 整体的引导着伙伴们进步 又过了五天时间 张浩轩终于回来了 也带回来了唐三之前清单上的所有材料 正位已经突破到了神级的阵长看上去风尘仆仆的 但脸上神情却是依旧亢奋 传送阵 这可是传送阵啊 伙伴们继续修炼 唐三则是带着阵长开始一起制作这个大型的传送法阵 法阵设置在距离黄金树不远的地方 因为他想要长期使用 还是要依托足够庞大的能量才行 这中距离传送阵在设置的时候 就比较复杂了 阵法也是一环套一环 原本认为自己已经在能量法阵方面入门了的张浩轩 很快就发现 自己根本看不懂唐三在做什么 尤其是那一步步的复杂能量牵引 一环扣一环的法阵衔接 看得他眼花缭乱 正是那种让你看你也看不懂的感觉 他不时向唐三发问 唐三也为他解答 但张浩轩却明显感觉到 以自己已经蜕变出身时的精神力 也依旧有些跟不上唐三的思路 只是对大概的原理能够明白一些 老师 咱们这次布置的这个传送阵 我用的都是比较基础的材料 所以只能是作为定向传送阵 就是从咱们这里和学院那边进行定向传送 传送阵我会设置一个核心阵盘 这个阵盘放在我这里 每当有人使用传送阵的时候 我这边都会得到信息 并且大概掌控到要传送者的情况 经过我的批准才能进行传送 否则传送阵是不会被引动的 还有就是要采购一批空间类的宝石 传送阵在激发的时候是需要足够能量的 回头咱们还要回到学院那边布置一个传送阵 完成定向绑定 对于传送阵 您一定要严格保密 我建议另一边的传送阵就设置在您的住处 其他老师们也先不要告知 嗯 张浩轩点了点头 苦笑道 这传送阵比我想象中还要复杂得多 唐三 能不能告诉我 你这究竟是从哪里学来的 唐三道 我要跟您说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 您信吗 张浩轩瞪了他一眼 道 我应该信吗 应该呀 吃土二人对视一眼 顿时都笑了 张浩轩叹了口气 却也没有再追问下去 因为他知道 再问唐三也不会说的 或许 他就是上天派来的救世主吧 每次张浩轩都是用这同样的方式来安慰自己 不只黄金山谷这边的传送阵用了七天时间 张浩轩住处的传送阵也用了三天时间 因为黄金山谷这边是主阵 未来还有可能不只从这里传送到别的地方的阵法 而学院小阵上的传送阵 未来就只能连接到这里 所以相对会简单一些 整个传送阵的制作 单时成本就花费了一百多枚元素币 这里是不包括唐三这个人工成本的 紧张激动的时刻终于就要到了 看着黄金树旁边 直径足有15米的巨大法阵 无论是张浩轩还是史莱克战队的几人 都有种摩拳擦掌的感觉 浩费了如此之大 这个传送阵终于布置完成了 马上他们就要进行第一次的试验 按照唐三所说 普通人精神力至少要在九阶层次 才能使用传送阵单独传送 想要带人 那就必须是拥有神识的神级强者才行 强大的神识和精神力 才能确保传送阵在传送过程中的稳定 守护住自身 以张浩轩和思儒这样的实力 一次传送最多可以带十个人 这已经是极限了 而且还要消耗空间类的宝石才行 对于用来传送的空间宝石 唐三进行了致死的制作 会有一定的留存 开始吗 张浩轩向唐三问道 唐三向他点点头 道 开始吧 一边说着 他取出一个巴掌大小的阵盘 上面镶嵌着五颜六色的宝石 这是传送阵的阵眼 必须要有阵眼的批准 传送阵才能真正意义上开启 第328章初次传送 金光闪烁 唐三手中的阵盘绽放出柔和的光运 顿时 整个大阵都轻微的震颤起来 奇异的能量波动扩散开来 整个黄金山谷内似乎都受到了感染 空间波动瞬间变得强烈起来 空间波动是一种非常奇异的变化 空间的复杂是很难真正探知的 那并不只是能量层面上的变化 更有着许多的奇异之处 就算是孔雀妖族这种天生就会对空间有很强 胆知的强大妖族 也不可能真正的掌控空间的奥义 而此时此刻 在这复杂的大阵之上 空间波动随着变得强烈 似乎整个空间都开始变得不稳定了起来似的 张浩轩是以其他人退开到远一点的地方 空间元素是神秘的也是危险的 一旦空间割裂 那可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住的存在 但也就在这时 奇异的变化出现了 原本紊乱的空间波动伴随着传送大阵上 那亮起的一道道阵纹变化 竟然开始变得听话起来 似乎所有的波动都变得有规律起来 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中 唐三向张浩轩道 老师 稍后您用神识包覆住我们 然后进入传送阵的光门之中 在整个传送过程中保持神识的稳定 您一定要记住 只是用神识守护在我们身体周围 不要向外窥探 以免被空间之力牵引 好 张浩轩认真的点点头 唐三再次叮嘱道 空间之力浩瀚无边 千万不要轻易去窥探 否则的话 很可能导致您的神识被空间牵引破碎 那可是不可逆的 嗯 张浩轩再次答应一声 唐三 要不我自己尝试吧 你就不要跟我一起了 张浩轩当然知道空间之力有多么恐怖 他担心万一要是出现问题 唐三摇摇头 道 没事的 咱们这个传送阵虽然不算很强 也不是那种稳固到普通人都能传送的存在 但出现问题的概率也是很小的 来吧 要开始了 身为曾经的一代神王 谁时也在不断的复苏过程中 唐三对于自己制作的传送法阵 自然还是很有把握的 他之所以要跟随张浩轩一起 就是怕他在初次传送过程中找不好感觉 精神和情绪出现波动导致风险 有他跟随 关键时刻有他的神识守护 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 一边说着唐三手中阵盘金光绽放 柔和的金光变得明亮起来 大阵内的重重光芒也开始朝着阵法中心汇聚过来 一扇高达三米 宽两米的光门 就那么神奇的在法阵中心逐渐凝聚成形 指来客战队的小伙伴们看到这一幕都不禁屏住呼吸 他们可是亲眼看到唐三和张浩轩布置传送法阵的 那时候的他们心中还带着几分无法置信 就是这样的布置能传送到学院去 可是当面前这扇光门出现的时候 他们就明白自己所有的猜测都已经毫无意义 事实摆在眼前 真的要朝着成功的方向发展了 走 唐三向张浩轩点头示意 张浩轩激发神时 化为无形之力笼罩在自己和唐三身上 两人并肩而行 就那么步入了光门之中 刚刚进入光门 张浩轩立刻就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 周围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这一刻 旋转起来了似的 奇异的能量变化 给人一种难以形容的奇妙感受 但也令他的心一下就揪紧起来 精神内守 不要向外窥探 唐三的声音在张浩轩脑海中响起 他心中不禁一领 赶忙放松了那种想要窥探宇宙奥秘的心思 迅速将自身注意力内收 就是这短暂的时间 突然身体一轻 中为所有的扭曲渐渐淡化消失 一切也随之变得清晰起来 张浩轩赫然发现 自己和唐三已经出现在一个房间之中 一个对他来说无比熟悉的房间 可不正是他在学院小镇之中的住所吗 背后的光门渐渐隐去 一切恢复正常 脚下的震纹流光一彩 也渐渐地收敛了光芒 唐三将手中的镇盘递给张浩轩 道老师 您收好镇盘 咱们山谷那边您不用担心 那边镇法所需要的能量能够从黄金树上汲取 但您这边进行一次主动传送 就要更换一次能量宝石 补充所需 等回头咱们去祖庭的时候 看看能不能买一些能量强度高一些的宝石 那样就能多次使用了 张浩轩此时还有从初次传送的震撼之中恢复过来 文言看向唐三 喃喃的自言自语道 太神奇了 这真的是太神奇了 真的成功了啊 唐三 你真的是 唐三微微一笑 道 慢慢来 说不定未来我们就做个能直接传送到祖庭去的传送阵呢 只要资源足够 就有实现的可能 张浩轩哈哈大笑 道 说不定 那时候我们人类已经能够战胜妖怪族和金怪族 真正崛起呢 听了他这句话 唐三没有吭声 人类想要战胜妖怪族和金怪族谈何容易 这两个种族实在是太强大了 就算是有唐三在 还要假设妖怪族金怪族不阻拦人类发展的情况下 也需要千百年的时间 才有可能将人类的整体素质提升起来 毫无疑问 按部就般的让人类成长 似乎永远都不可能超越妖怪族和金怪族的 哪怕是唐三恢复了神王层次的修为也不行 因为身为神王的他 就要考虑世界的平衡 不可能在一颗星球上单独偏邦一个种族 当然 这个时候 唐三显然是不会打消张浩轩积极性的 微笑道 我们一起努力 人类就总有崛起的机会 老师 正盘我就交给您了 您回头可以再做尝试 试验是必须要进行的 不要舍不得资源 我们必须要确保 一旦有风险出现的时候 我们能够在第一时间带领所有学员和老师们撤离 张浩轩点点头 道 好的 我基本已经明白应该怎么来操作了 再试验几次就行 这下我总算是能松口气了 等咱们要去组停之前 我再将这传送之法传授给司儒 这样我也能放心的跟你去组停了 嗯 我们在大斗兽场后面的比赛速度应该会加快 我打算明天就继续带着大家去参赛 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应该会比较轻松的获得胜利 唐三威笑着说道 张浩轩惊讶的道 这么有把握 唐三威微汗手 他都付出了三块阵盘的代价了 还能没把握吗 大斗兽场很快就接到了来自于史莱克战队的通知 他们希望能够继续参加团战比赛 对此 大斗兽场当然是乐见其成的 史莱克战队虽然在评估之中还算不上顶级的存在 但他们能够带给大斗兽场的收益无疑是最大的 已经成为了最近大斗兽场的明星战队了 在人类心目中 更是自己的战队 人气飙升 已经成为了整个家里城炙手可热的存在 只不过因为身份的掩盖 面具的遮挡 没有人类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否则的话 他们现在就已经是人类心目中的偶像 第329章轻松获胜 时间很快公布 来自于史莱克战队的第六场比赛 将在后天晚上黄金时段进行 他们的对手情况暂时保密 史莱克战队的热度再次被提升到了顶端 当唐三他们再次来到大斗兽场的时候 前来迎接他们的嗜血魔源已经变得满脸都是笑容 恭恭敬敬地将他们请入了大斗兽场之中 就连休息室都发生了更换 变成了豪华休息室 待遇和之前简直是天壤之别 有关于你们这一轮的对手情况 昨天你们已经收到了 可还满意 赤血魔源问道 武兵记点点头道 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赤血魔源微笑道 那就好 等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场主还想请你们共进晚餐呢 你们可要加油哦 武兵记微微一笑 道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说完这句话 他的目光还下意识地看了唐三一眼 一切都如同唐三预料的那样 他们这第六场比赛的对手是一支看上去十分强大的战队 但却刚好被他们所克制的存在 对方擅长的是速度和正面进攻 并不擅长控制 而这对于控制能力很强的史莱克战队来说 自然不算什么了 唐三向武兵记递出一个眼神 武兵记向是血魔源道 按照我们的分析 这一场我们比较有把握在三分钟之内战胜对手 是血魔源眼睛一亮 真的吗 那我可要提前恭喜你们了 我先去忙 稍后带你们入场 说完 他就匆匆离去了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并没有等待太久的时间 是血魔源就重新回来 属于史莱克战队的第六场比赛 即将正式开始 武兵记依旧是走在最前面 在史莱克战队之中 到目前为止 人气最高的依然是他 抱头狂魔的绰号早已经是文明侠儿 唐三在第四场比赛展露争容的光环 在第五场武兵记 以一己之力击溃对手之后再次被遮掩 当然 史莱克战队那神奇的阵盘 也正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 巨大的闸门缓缓开启 外面山呼海啸的欢呼声已是真耳欲聋 主持人高亢的声音在大斗兽场内回荡 今天 一场大战将要展开 史莱克战队今天有麻烦了 他们将要面对的 乃是非常强大的疯狂闪电战队 相信看过疯狂闪电战队战斗的观众们都知道 他们有多么可怕 他们无敌的速度 就算是传送法阵也不可能持续避战 所以 今天的比赛先不说胜负盘如何 我认为大概率会是一场非常惊险刺激的战斗 当然 我们史莱克爆头战队也不是好相语的 前几次都在我们认为他们要输掉比赛的时候 他们最终获得了胜利 我刚才查看了一下今天的比赛投注 投注史莱克战队胜利的虽然只有三成 但我还是相信他们有可能再次创造奇迹 没错 虽然史莱克战队现在是大热战队 但史莱克战队被认为将会持续获胜的比例竟然很低 原因很简单 人类的同仇敌忾导致了妖怪族观众的不满 所以 妖怪族观众大多都下了史莱克战队输掉比赛 当然 因为胜负盘在大斗受场的博彩中并不常见 所以投注胜负盘的还是在少数 大多数观众还是在比赛开始前这短暂的时间内进行时间盘的投注 这才是他们最喜欢的 时间盘的刺激性能够大大的激发他们的情绪 如果史莱克战队能够再次获得胜利的话 我相信这一场也一定是苦战 所以 我认为大概率会在十分钟之外才能分出胜负 所以 如果大家相信我 就跟我下十分钟外 史莱克战队获胜 稳稳当当 主持人信誓淡淡的说着 武兵记扭头向唐三低声道 他这算不算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唐三耸了耸肩膀 道 这个主持人的存在本来就是为了误导观众的 他这么说才是正常的 不然我们刚才不是白给视血魔员暗示了吗 还没有下注的贵宾抓紧下注 我们的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主持人还在那里高声啊喊着 唐三他们此时却已经看清楚了自己对手的样子 他们今天的五名对手 从外表上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样子 身材修长 并不算特别高大 眼神中带着森冷的味道 背后翅膀轻轻地拍动着 展现出他们飞行种族的身份 五名对手依旧是同一种族 绿空损妖 一个速度奇快无比 又非常凶残的种族 五名裂空损妖都是八阶修为 是的 没有九阶哦 而且 他们在团战之中也只是获得了三场胜利 从这一场的对手情况来看 唐三他们终于算是获得了一次大斗兽场的倾斜 这也是为什么五兵纪之前像是雪魔员表示很满意的原因 三眉阵盘的付出 让他们终于可以面对好对付的对手了 架注完毕 很快 这场团战也正式开始 战斗自然是没有任何悬念的 猎空损妖一族确实是非常强悍的存在 但问题是 在整体修为不占优的情况下 他们要面对的是厄运降临 面对的是时间掌控 当他们连自己飞行的速度都在故里的时间掌控下 无法控制的情况下 战斗的结局也就显而易见了 三分钟不到 五名裂空损妖就已经被五兵纪射爆了身体 战斗结束 三分钟内 史莱克战队获胜 主持人的声音迅速销声匿迹 稳稳当当 果然是稳稳当当啊 史莱克战队获得了他们的第六场团战胜利 而此时的大斗兽场内 更多的都是叫骂声 问候主持人的叫骂倒是最多的 史莱克战队五人回到大斗兽场内 是雪魔原早就已经等在那里了 他脸上的笑容明显变得更加浓郁了 恭敬的道 我们场主已经在等待诸位 恭喜诸位获得了第六场团战的胜利 这对于人类来说 可是前所未有的好成绩啊 五兵纪微微汗手 请带路吧 还是上次那个豪华的房间 他们再次见到了灵溪路腰王应杰 应杰脸上带着和煦的笑容 一见到他们 双手就拍了起来 厉害真的是厉害啊 刚才你们的比赛我都看了 非常的强大 真是令人惊叹的胜利 恭喜你们 这位灵溪路腰王至少表面上看去 眼神是真挚的 五兵纪淡然道 您客气了 今天的对手确实是比较容易对付的 一边说着 他就已经看到了桌案上的那三枚阵盘 三枚阵盘甚至还就是上次 唐三放在上面时候的位置 似乎从来都没有移动过式的 不知厂主叫我们来有什么吩咐 五兵纪问道 灵溪路腰王微微一笑 道 上次你们慷慨让出了三枚阵盘 还没来得及感谢 正好今日你们又快速获得了胜利 我当然要尽一下地主之意 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跟我来吧 第三百三十张款待 一边说着 他率先走向一旁的侧门 使来客站队五人跟上 五兵纪表面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但实际上心中却是不禁暗暗的向唐三竖起大拇指 所有的一切都在唐三的预料之内啊 餐厅同样奢华 巨大的水晶吊灯散发着迷幻般的光彩 侍女都是身材火辣的狐妖 桌岸上已经摆放了丰富的美食 几乎全都是妖兽肉制作而成的 就连器皿都是用各种稀有金属搭配制作 极致奢华 灵溪路妖王这边 只有他自己而已 竟是自己单独来款待使来客站队 最近刚好送来一只比较罕见的冰溪妖 今天我们的食材就是以他为主 冰溪妖的独角有清凉顺气之作用 研磨成粉末 配合他身上各个部位进行烹饪 味道最佳 而且大为滋补 请各位尝尝 冰溪妖可步是一般的妖兽 那是比叉翅虎还要高一个层次 而且非常稀有的存在 价格五冰季 唐三他们不知道 但肯定也是天文数字 有好东西 史莱克战队自然也不会客气 立刻就大快躲一起来 很快 他们就感受到在自己体内 渐渐有一股清凉的气息汇聚 滋润着身体 令他们全身都有种舒畅的感觉 好的食材果然 是有很好的滋补效果 像灵溪露妖这样的种族 实际上凭借自身能力和血脉之力 想要修炼到神级是非常规困难的 毕竟 七色鹿大妖黄那样的天才极其罕见 但架不住灵溪露妖有钱啊 尤其是贵族 他们就是凭借着这些天才地宝强行的 将自身修为推起来 才渐渐有了现在的实力 一顿饭吃的自然是令氏来客战队五人大为满意 唐三都吃出了好几种在来到这个世界后第一次吃到的调料味道 别说 配上那冰溪腰瘦的肉 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各位吃得如何啊 灵溪露妖王笑咪咪的问道 他自己并没有吃多少 这样的珍惜食材他都不知道吃过多少次了 对于已经是神级层次的他来说 吃这些东西已经无法再帮助他提升修为 五兵记道 非常好 我们还从未吃过这样的美味 灵溪露妖王微笑道 你们喜欢就好 说起来 有件事情上次我忘记了 那三枚阵盘 你们留下之后 我也没有给你们相应的费用 这是我的失误 这么珍贵的存在 怎么能白白要了你们的呢 最近在市面上出现过一种阵盘 名为聚灵阵 用来辅助修炼的效果相当不错 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 灵溪露妖王也含深意的问道 五兵记茫然摇头 道 没听说过 灵溪露妖王看了他一眼 道 这种聚灵阵盘非常受欢迎 价格也是一直在持续上涨 现在已经涨到了超过50枚元素币 还是有价无事 你们这三枚阵盘 在我看来 其作用还在聚灵阵盘之上 更是从未出现在市场上过 我也不占你们便宜 就按照100枚元素币一块 来支付你们 算是从你们这里买下来的 你们看如何 五兵记眼睛一亮 刚要答应下来 就被身边的唐三轻轻地碰了一下 然后他就听到唐三说出了令他十分心痛的话 场主大人 我们可以不要钱 我们更希望能够获得十场比赛的胜利 从而获得贵族的头衔 唐三说道 灵溪露妖王亲探一声 道 如果我能做到的事情当然不算什么 但你们也知道 大斗兽场是个公平的地方 而且你们还是人类 你们人类的身份就是比较难办的啊 他这话道不是哄骗唐三他们 人类想要成为贵族实在是太难了 尤其是在大斗兽场这样的地方 按照大斗兽场的规矩 如果你们真的能够打到第十场 那么你们将要面对的 必须是大斗兽场之中最为强大的对手 这才符合规矩 这已经不是我能够决定的 必须要给家里城各大种族以交代 灵溪露妖王陈生道 唐三道 那就麻烦场主确保我们 能够进入第十场比赛 我们凭自己实力去拼最后一场 不知道是否可以 他们后面还有四场比赛 不能确保四场都面对好对付的对手 三场呢 三场是否可以 灵溪露妖王陈生的看了他一眼 道正盘既然有价值 自然是要付钱的 后面的比赛如何安排吗 一边说着 他一挥手 很快 三个大托盘就被送了上来 当这三个托盘被送到唐三 他们面前的时候 顿时整个餐厅内的空气都变得不一样起来 浓郁的元素波动瞬间席卷 令整个餐厅内的空气似乎都变得粘稠了许多 三个托盘之中 每个都是放了一百枚元素币 整整齐齐的堆放在一起 而且一看就是品质非常高的存在 第一个托盘内 全都是冰蓝色的元素币 冰属性 一枚冰属性元素币并不罕见 但一百枚都是 那可就不多见了 第二个托盘之中 元素币全都是青币色的 风属性元素币 无疑 灵溪路妖王自然是看得出在他们这个团队之中 真正主导的就是武兵纪和唐三 这两种元素币对应着他们的属性 而第三个托盘之中的元素币就是各种属性都有的了 相对来说看上去有些博杂 三大盘元素币 三百枚 这可是唐三他们从未见过的巨大财富 武兵纪的眼睛都有点红了 看看元素币 再看看唐三 这是你们应得的费用 所以 还要麻烦你们告诉我这三枚振盘的使用方法如何 这个交换公平吧 灵溪路妖王向唐三和武兵纪说道 唐三道 非常公平 但是 场主大人 我们还是更珍惜自己的生命 所以 我刚才的提议您看灵溪路妖王面露思索之色 办赏之后才到你所说的情况也不是不可能 如果你能告诉我这三枚振盘的来历 图穷比线 毫无疑问 这才是灵溪路妖王今天找他们前来最大的目的 这几天以来 他一直带着一群得力手下在研究三枚振盘 但结论却令他大失所望 这三枚振盘比他想象中更加的复杂 复杂的振盘 就意味着想要使用非常困难 没有适合的方法都激发不了 简林还虚系灵人 如何使用自然就落在了史莱克战队身上 对此 灵溪路妖王倒是没什么担心的 连三枚振盘都已经交出来了 没理由不说使用方法 无非就是用钱来收买罢了 事实上 他所说的巨灵振盘的价格是假的 市场上 一枚巨灵振盘的价值已经被炒高到了300枚元素币的价格 他在说出50那个数字的时候 刻意观察着唐三他们的表情 想要看看他们是否知道巨灵振盘的真实价值 从振盘作用角度来看 唐三拿出来的这三枚生灵振盘 熔灵振盘和传送振盘的价值还应该在巨灵振盘之上 尤其是传送振盘和熔灵振盘 这都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啊